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華信投顧邱鼎泰邱老師,老師好 柴瑩你好,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全球三大手機品牌三星、Apple、華為 在這個月起陸續發表新機 隨著新機的上市 手機元件也成為看盤重點之一 想問老師 被動元件後續的發展如何 我想被動元件是相當重要的 裡面的一個 包括手機或者車用也好都用得到 智慧型手機接連奧發表新機的話 我們應該知道譬如說三星 上兩個禮拜之前已經發表了 現在等的就是蘋果 如果是這樣情況來看的話 目前市場上預估 因為地表最強的分析師 我講的地表最強的蘋果的分析師 不是我 一個叫郭明琦先生 郭明琦先生就提到了 他非常看好這一次的蘋果 第一個 我們把裡面的內容大概攤開 第一個 第一年大概是在下半年 就應該在硬體這一塊 到明年就會進入軟體 真的發揚光大的時候 既然三大手機都接連發表新機的話 被動元件當然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被動元件需求用量 上半年的話當然就是比較吃緊了 下半年如果有這個機會 被動元件 我投訴我們要給大家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 被動元件跟矽晶元 看的是亞洲市場上相關的股票 MOSFI的 就是說金融半場電晶體效應 這樣的一個晶片 看的是歐美的 你要一個分別 我們必須跟大家承認說 以亞洲股市的像 馬拉塔 像春田 太陽幼電 他們最近是在拉回 那又覺得說 為什麼這時候 我們還跟大家講說 你可以買買國具 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跌幅比較重 它跌幅比較沒有什麼跌到 雖然它已經沒有在創新高了 所以以目前 國具的本利比大概只有5倍 這個很少了 國具從1000多塊還掉到500多塊 1300到500 跌幅那麼大了 所以它已經回到它合理的本利比了 所以我們最近看到外資的信案是 偷偷的再買 那是不是佈局的好機會 當然機不可施 但是我不敢跟大家講說 會不會像國具再來1300多塊 我這話不敢說 因為它可能反彈 不敢保證 但是你可以反彈個兩三成 我這個機會還蠻大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來看 國際股市當中的蘋果 蘋果你看 你看彩銀這個幾乎成直線上去的 蘋果的上漲 就已經告訴你蘋果的手機不會差 很棒 股價一定反映在題材的前面 所以蘋果的股價走到這裡的話 你還擔心蘋果會賣的不好嗎 不會啊 手機絕對不會賣的不好 對它已經漲上來了 蘋果現在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 所以你不用擔心蘋果 我們快來看下一個 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為什麼用S&P500 柴銀你自己看 左邊這個位置的S&P500 是歷史高點 右邊的S&P500 差不到0.1 差不到1% 就只有0.04 0.4%而已 0.4% 以昨天上個禮拜五的收盤下來 S&P500 在意思漲個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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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1%都沒有 就20塊的股票 一連兩槓就不用 兩毛錢都不用 就這樣的模式 創立子新高 這些都跟蘋果息息相關 所以國際股市 大家一直在想說 像今天台北股市 彩英今天鬧了個笑話 一大早成交量幾乎沒有 大家都忘了 投資朋友都跑去睡覺了 那為什麼擔心 擔心這個禮拜什麼 什麼中美談判2000億的 聽證會 聯準會的Jackson Hall 就是那個什麼年會 傑克森動 然後還有 8月23號到底怎麼談 大家一擔心 就好像成交那種動 股價拉回 尾盤被動元件2492的 華星科差一點攻上漲停 我們剛剛來看股價 來看一下股價 來看一下 好國具你看 這個是因為我們印的時候 還沒有拉上來 注意喔 這個已經有人在偷買了 外資在偷買 偷偷來 那我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它跌的深 股價有一句話叫做 這個長太多就是利空 跌太深就是利多 好記住這一句話 華星科你看 它尾盤極拉差1%就漲停板了 它從大跌到極拉快漲停板 這來尾是10幾%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華星科今天差1%漲停板 我們再來看下一檔股票 叫奇力星 奇力星 今天這四檔股票 大家被動元件四天網 一個國具 華星科 奇力星加一檔就是什麼 叫做和申堂 和申堂就是一樣 和申堂股價就慢慢就攻上來了 所以這也是我跟大家講說 你到這個時間點你不用擔心 反而明天開始你一定要注意 被動元件的走勢 因為今天真的很慘 是另一個主題叫做矽晶圓 6488都殺到跌停 大家一定感覺很失望 因為我今年以來都不推薦矽晶圓 因為我覺得籌碼是真的很亂 但是我認為被動元件已經低檔不多了 至於會反彈到哪裡 我不知道 我最看好的是MOSFI的概念 我認為明天被動元件的國際 如果再衝一波的話 整個漲價題材高概念股就見低了 那剛好今天的成交量是在 這時候他1000多以內 反而是低檔買股票的好時機 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想知道更多資訊 歡迎加入老師的Light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 拜拜